现在我们要来烤这个咸蛋黄 这个咸蛋黄好美 好漂亮 那么我们现在要在这个咸蛋黄上面 喷一些白酒去腥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要把它放进烤箱里了 时间是10分钟 火力是160度 上下火没有开风扇 每个人的烤箱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自行调整哦 我们的蛋黄已经烤好了 时间进到了 已经10分钟了 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了 在还没有做夜饼之前 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豆酸 这个豆酸 然后呢这个是西瓜子仁 25克放在这边 把它搅心里之后 我们再来包蛋黄 包了之后我们再来去冰箱里冰 等它冰箱呢 我们才可以来做夜饼 这样子呢 夜饼出来才会美美的 好多的瓜子在里面 现在我们准备来包这个蛋黄了 这个蛋黄把它黄烤之后 也是要拿去冰箱里冰的 因为它硬了之后 我们才好操作 如果还没有硬 它是软软的 如果在我们搓那个豆酸的时候 会被我们搓坏 搓散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冰过 这样子硬硬的就好包咯 今天我们要用的模具是150克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秤这个豆沙跟蛋黄一起秤 108克哦 等一下我们的皮是42克 总共加起来就是150克 那么现在就将这个蛋黄包进这个豆沙里面 再把它搓圆 全部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拿去冰箱里冰 让它定型哦 大概放在冰箱里 两三个小时 硬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夜饼了 哈喽 圣上的家人们好 今天会见又来了 今天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分享夜饼哦 今天我们要做吃天然的食材 非常好吃 又很香的夜饼 那就是 翻南豆沙蛋黄夜饼 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豆沙怎么煮的 去参考会真的另外一个视频就知道了 我刚刚发布过的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是糖价130克 这个是低筋面粉220克 这个是鸡油 因为我家买很多的全制的鸡 所以有很多鸡油 如果没有鸡油可以用猪油 还是花生油啦 其他的油都可以啦 只要你喜欢 还有这个是碱水15克 这个是盐2克 那么现在我们来操作了 首先呢 我们将这个碱水倒进来 还有这个盐 把它搅一搅 这个碱水跟糖浆搅进来 我们再倒这个油进来 再把它搅匀 这个时候呢 可以将面粉通通把它倒进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下手了 一点点很好操作的 然后呢 再把它裹起 整理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了 让它在这里休息30分钟 之后呢 我们再来操作 把它这个碗盖住 绑子弄干 煎到了 我们要来操作了 首先将 撒一些面粉在这个 桌面上 把它搓长一点 然后我们来切 今天我们要称一个 42克 在这边撒一点粉 等一下要搓在这边 要搓圆 搓在这边哦 这个一个是42克 把它搓圆 搓在这边 我已经把它全部都搓圆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包咯 然后拿一个 你要放在你的手掌心也可以 还是放在这里也可以 就用这个哦 把它压扁 然后呢 这个馅料是108克 这个是42克 总共呢 就是150克 今天我们的模具 好漂亮 这样子哦 尽量将这个空气挤出来哦 很好薄 但是今天这个皮比较薄一点 但是有功夫的人才能够抱得住 哈哈哈 如果你们不懂 就是 就是你的皮是50克 你的线料是100克那就可以咯 它就 就不会落线了 但是工作就是这样子的 只要你做熟了 就是 每件事情都可以把它做很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售口 朝下 在这里 压扁一点 再用这个模具把它套上 就尽量这样子 按压的平衡点 不要一边低一边高 等一下 现在烘出来的一顶不会不均匀 然后你看 平平的哦 那么没有露出来的我便便有了 就是 要再按压过一次 这个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 哎呦 好漂亮哦 你看这个 蛋黄豆沙有没有 哈哈哈 然后呢 我把它帮在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已经少上油了 等一下才不会沾黏哦 然后帮到这里哦 我们再来做一个 像这个手掌型也可以的 但是感觉比较慢一点 对吧 这样子也可以哦 推一推下去 因为我们的蛋黄很大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模具比较大一点 还是比较厚一点 要不哦 如果太低了这个月饼 这个蛋黄等一下被我们压到扁扁了 就不好看 切的时候就扁扁了 这个蛋黄没有圆圆的哦 你这个豆沙一定要把它冰过 才可以冰得很很漂亮 要不哦 等一下一压压出来 就不会那么整齐了 再来 把它取出来 嗯 那么我继续把它做完哦 好漂亮就对了 你的月饼已经包好了哦 再还没有 拿去烤像之前 要在上面喷一点水 等一下出来才会美美的哦 我已经预了烤像十分钟了 现在就可以拿去烤了 现在我已经将这个月饼 放进烤箱里了 火力是225度 时间是8分钟 上下火 放在最下层 每个人的烤箱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自己调整哦 这个月饼8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把它转到中层来 然后呢 火力也是一样的时间 7分钟而已 还是烤到我们要 呃 要的颜色 就是看它有微微的八黄就可以了哦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烘烤的 等 少上这个蛋黄之后 这个月饼已经拿出来了 颜色好美对不对 等它冷了之后哦 我们再来少蛋黄 然后再继续烘烤 现在我们可以来少蛋黄了哦 蛋黄就是一粒蛋黄加一汤匙的水 如果你们是做一组呢 就一粒蛋黄就够了 因为今天做很多 所以我的蛋黄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这样哦 这样一点 然后再拿一个 这样少 嗯 美美的 然后再少边边 等一下烘出来这个月饼很美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放回这个原味 继续的把它扫完之后 我们再拿起烘烤 我再次将这个月饼棒在烤箱里 时间是六七分钟吧 烤到它颜色 你要的颜色就可以熄火了哦 现在这一次呢 我们只用上火没有用效 因为底部已经 颜色已经够了 所以不需要再烤 如果再烤啊等下就烧焦了哦 我们的月饼已经烤好了哦 就让它在这里亮凉 凉了之后呢 我们在塑上在有盖的盒子里面 等明天还是后天 我们就可以来吃咯 今天我们要来吃这个月饼了 已经回油了 每个都那么美哦 现在我们要来切看一看 切好就是要这样子 要这样去煮这样子 只不可以用夹了等一下不漂亮里面 嗯 来 哎呦好美哦 我们的北村月饼已经可以吃了 再拉镜头看一看 好美是不是 我好喜欢哦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我好开心 看到这个月饼很美 我最喜欢就是做月饼 因为它很美 还有很多的模具 让你去挑选 挑选你喜欢的这个画 印出来真是超级的美哦 哦 嗯 是不是很清晰哦 照着灰镇的方法跟比利西州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做出 那么漂亮的中秋月饼 然后呢自己做的月饼没有添加物 让自己跟家人吃得很开心 如果我们要送给亲戚朋友啊 就是一份很大的理由 自己做的东西更有意义 然后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 不信你们就去试吧 哈哈哈 现在我们要来吃咯 你看 嗯 为你们一口啊 好吃啦 你看哦 这个皮很薄哦 像这样的月饼可以包的那么薄 因为很好操作 真的 你们其实就知道了很好操作 很好很好做就对了 希望你们很喜欢这个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也说爱你我也爱你 拜拜 今天我们这一组豆沙可以做到十个 饼皮也是刚好做到十个哦 我问世间什么最美丽 爱情绝对是个奇迹 我明白会有一颗心 在人帮到我靠近 哦我要找到你 不管狼狼东西 自己会给我指引 若是爱上你 别问什么原因 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哦我要找到你 喊出你的名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